上环文武庙发生罕见命案 今30日晨时时许 文武庙 德宫对开一名女子从高处堕下 头破骨折当场 亡 警方到场封锁文武庙调查 不排除死者丛林 住宅大厦月下 飞入扇德宫附近 警方经调查后 死女死者为澳洲人 66岁 持有香港身份证 居住赋 东盛台一单位 相信他由东盛台天胎堕下 警方现场没有捡获遗书 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 据悉 主因生活问题不快而寻死 文武庙位于上环河 活道 是本港的热门旅游圣地之一 由文武庙 列宫和宫所三状建筑物组成 约于1847年至1862年期间落 由方众管理 当时文武庙不仅是供奉文 五二帝地坊 也是华人义士及仲裁的场所 1994年被香港古咨询委员会 评定为一级历史建筑 更于2010年被列 法定古迹 防止自杀求助热线 香港撒环利亚防止自杀会 2389 2222生命热线 2382 0000名爱相秦宣 18288社会福利数 2343 2255撒环利亚会热线 多种语言 2896 0000东华三院指若元 18281医馆局精神健康专线 2466 7350利民会 3512 2626赛环会青少年情绪健康 网上支援平台OpenC 星岛投票APP经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 广告 平台永远 平台永远